我們現在要幫大家示範的是 我們要怎麼樣除掉我們小腿大面積的細軟毛 首先我們會先用清潔液 幫客人把皮膚上的 比如說汗水、灰塵把它清除掉 清除完之後我們會用小扇子先把它散乾 散乾完之後我們會用比較特殊的蜜粉 因為它分子比較細我們可以保護我們的表皮 用我們的木棒下去幫我們做上蠟的動作 那因為毛髮它有方向 所以我們通常會順毛的上蠟、逆毛的撕除 通常你如果看外面的Youtube的影片或國外的影片 通常它在上蠟會是這樣子上� 這樣子上� 好 那我們跟大家報告一下這樣上蠟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 因為你會有除毛布 好 那除毛布通常你就會這樣子 這麼大面積喔 你看你的毛髮是這樣 這麼大面積 好 我們這樣撕除 撕除的時候有可能會這樣子 或者是你從這邊到這裡的時候角度會跑掉 因為角度到後面會越來越大 所以通常我們不建議學生這樣子下去做出毛 好 因為這樣子的話毛髮會容易就是 會容易斷掉喔 所以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比較方便的除毛方式 所以我們下蠟的時候會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寬度 因為這樣我們的除毛布下去的時候才不會角度會跑掉 浮貼之後 我們繃住皮膚撕除 好 所以它這一段就會是乾淨 而且它沒有斷毛的問題產生 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軟蠟的除毛方式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分享幾次 那你都會有得到所有的報告 有的就是不保護 我們會有一個合適的 我們會有的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合適的 也不會有高位完美的 我們會不會有照顧 我們會不會有那些合適的